全中投賴清德的就職典禮就在下周一要登場 而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之前說 沒有收到邀請函 拿到之後再決定要不要去 可是這邀請函已經在上個禮拜五送到他手上了 依舊在今天還沒有表態到底是不是要參加 那反倒是台中市長盧秀燕 他在11號就已經公布會特地請假北上 被稱讚非常有證據高度 在總統府內接受總統蔡英文授勳 副總統賴清德準備卸下職務 接下總統接力棒 蔡英文也在卸任前向執政團隊致謝 我要再次感謝現場的每一位執政團隊的夥伴 我們一起留下了一個世界的台灣 賴清德的520總統就職典禮倒數一週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先前說收到邀請卡 再決定是否出席 但至今立場還是很模糊 會不會現身就職典禮 朱立倫依舊沒有說 不過台中市長盧秀燕在11號開出第一槍 公布特別向議會請假北上參與520就職典禮 台北市長蔣萬安才剛表態有市政行程不參加 立場卻在一系之間動搖 我已經請我的同仁去聯繫 看是否能夠調整市政行程 如果可以我就會出席我的研究 盧秀燕宣布參與之後被大戰有政治高度 但朱立倫遲遲不肯鬆口到底去不去 難不成真要讓盧秀燕一個人孤身前往 如果民進黨今天不展開心胸 再繼續的惡意的摧毀杯葛 今天就算誰去了都沒有辦法讓我們朝野和解 我希望賴清德主席你可以講幾句話 善意怎麼堆疊到底出席不出席 朱立倫把球丟回賴清德身上 記者料開成綠啦台北才報到 國民黨立委徐曉信最近因為曝光台傑密件 被外交部給提告洩密 現在傳出國民黨團他們要發起一個互星作戰 也就是在外交國防委員會上面啟動車輪戰質詢 向外交部來施壓 但是外交部長吳釗燕因為連日來跟徐曉信對抗 還被封為魔法部吵架王 他在社群上面放話 對於這樣子無理的質疑一定會吵到底 而徐曉信就反諷說很無聊啦 也沒看過吳釗燕吵贏過誰 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這恐怕要問經濟部 恐怕要問經濟部 那你們會不會問經濟部 我們是平行機構 委員會上質詢外交部 國民黨立委徐曉信 一改過往大炮性格 這回收斂許多 倒是同黨立委馬文君沒再客氣 你們不會一般的意義是什麼 這是非常接地氣的一個語言 我的認為是這樣 在民間常常用這句話 如果我們外交會失敗 就是因為這樣 你今天過去外交的遣詞用具 或者任何的場合 他都應該要拿捏分寸 馬文君猛掉外交部 就是因為徐曉信爆料 我國和捷克原屋密建造 外交部提告 受封吵架王的吳釗燕 更在社群平台開嗆 面對無理質疑 我一定吵到底 如果他是Limbi我就是老娘了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很無聊 一個外交部長做到這樣 那你真的覺得他是吵架王嗎 還好吧 有吵吟水過嗎 那你如果跟他比呢 或許是有了自家人聲援 徐曉信終於停下腳步受訪 現在也傳出國民黨團 打算啟動互信大戰 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發動車輪戰質詢 給外交戶一點 顏色悄悄 有啊 我感很感動啊 大家都很支持我 但徐曉信不只和外交部杠上 他所致產的精華成都根房 遭暴疑似有違建 清德的家是一個大違建 而且連建造都沒有 我家是一個合法居住的範圍 是我們自己花錢去買的 從洩命爭議到中古物違建遺餘 徐曉信絕不可輕易退讓 這條國風黃新采訪報導